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C程序的运行流程 首先第一个阶段是编辑阶段 类似于文本编辑将程序代码输入进去 可以进行修改增加和删除 第二个阶段是编译阶段 编译是将C代码转换成CPU可执行机制指令的过程 每个.c文件生成了一个叫做.obj的文件 第三是列阶 列阶是把生成的多个.obj文件 及用到的酷文件.lib一起组合生成可执行文件.exe 最终是运行阶段 运行是指运行列阶怀接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得到预处理结果的过程 右手边是整体的一个流程图 首先编写程序 我们要以.c作为后缀名 写下程序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编译 编译后会生成.obj的目标代码 最终将.obj的目标代码 以及.lib的函数库 最终编译生成列阶程序 最终生成.exe的可执行文件即可 最终的目标代码